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德言又说 如果你还活着 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 假如我也活着 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街市 通过铜镜去打听你的消息 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 许德言感到街市 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 而且价钱昂贵 令人不敢问津 许德言知道妻子已有下落 立刻向老者讲述一年前破镜的故事 并拿出自己珍藏的另一般铜镜 买进老人被他们的夫妻深情感动得热泪盈眶 许德言写了一首诗 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 乐昌公主通过老人找到了丈夫 他们终于团圆了 后人用破镜重圆 比喻夫妻离散后又团聚